好,说到观光 为了促进新城乡的观光产业 新城乡公所在暑假的期间 来规划办理蝶食艺术节纪 渔村小旅行的活动 那么也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 乡亲和游客来到新城乡 不仅可以享受其心坛的自然之美 同时呢也可以认识在地特色景点 花园县新城乡已进入花园的第一层 而得名新城 新城乡今天除了著名的七星坛之外 这里的每一条道路终点都是通往太平洋 让人可日日望着灿烂的太平洋 从日出的灿烂看到星光的透彻 白天到黑夜在左岸吹着风 都能够感受到这座与太平洋 衔接的蓝色小镇之美 为了带动地方观光产业 新城乡公所并且规划暑假期间 办理铁石艺术节及渔村小旅行 让大家认识新城乡的艺术之美 新城乡今年暑假 有办一个慢波碟石国际艺术节 那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碟石比赛 还有渔村小旅行 那渔村小旅行从7月7号开始到8月3号 总共有10个梯次 那欢迎所有乡亲来报名参加 那碟石活动呢 在7月6号开始到8月4号 偶尾期一个月 那也欢迎所有的乡亲来七星潭 这里参观我们的国际碟石活动 新城乡的特别表示 再过半个月就是暑假了 新城乡公所特别规划活动 为了就是活动地方经济 新城乡拥有天然的美丽景点 也希望大家来到新城乡来这里游玩 记者金鸿鱼先生们到